欢迎收看或者是收听一直纵素 我是哈哈 我频道其实主要的四个主轴都跟环岛没有关系 但我就想要针对直排轮环岛来做一个小篇幅的新的杂技 或者是说是新的分享之类的 希望大家会喜欢延续上一集住在田尾的故事 直排轮环岛的第二天 在出发前躺在床上我仔细的算了一下 如果我每天能够滑行30公里 这样大概率可以赶在一个月内将这个环岛的行程结束 就在准备下床双脚撑起的瞬间 硬生生的重心直接往后方又倒了回床上 我意识到缺乏行前训练的我 身体已经开始展开了反抗 双脚以及下背部甚至全身都有不同程度的酸痛 但对于受获了满满关注度的我来说 心里想的是酸痛什么的 动一下应该就会适应了吧 将东西背脱后拿起直排轮要穿时 发现我脚踝的关节以及脚背上的皮肤 都因为长时间与直排轮的布料摩擦 磨到皮肤开始红肿破皮了 我看了看伤口状况也不是说太严重啦 穿上轮鞋背上背包后就即刻出发了 第二天的太阳也没有再跟我客气的 就是晒到路面是晒到都可以看到远处的海市盛楼 从前一天的热血沸腾锋芒冲刺 变成了只要经过超伤我就会进去休息 超伤的布料也因为布料的摩擦 就是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 脸级颈部还有牵手臂 只是晒得火辣刺痛 肩膀上的行李伴随我休息的次数增加 感觉好像不断增加在负重 本来讲说进超伤的目的是为了缓解 结果反倒放大了我对身体状况的畏惧 衣服是湿的又干干的有时 一直到太阳逐渐下山时 气温才开始下降 而这时候的我才刚刚到嘉义而已 甚至都还没有找到适合过夜的地方 只是我已经认清了 今晚我不会再有昨日 著名书那般的都市 我找了间便商店 和店员说明一下后 决定在今晚就在超伤过夜了 第三天第四天也结束如此 渐渐起床后就是溜 结束就是借用超伤或者是家政的洗手间 擦拭身体或盖洗衣物 部分的行李已经被我一包裹的行事寄了回家 因为我有些准备已经不再需要 或者是我必须当做它不需要 将生活素质降到最低 用最简单的装备 才能够确保我直排人滑行时 肩膀的负重能够再少一些 除了身上汗臭味 还有一条跟酸痛喷雾的味道 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味道 中药薄荷还是什么阿摩尼亚 粪荷之类的 部分身体的表面疼痛 已经被我逐渐的适应 取而代真的是膝盖以下 不断齿力的脚踝关节 在每一步发力踩出时 都能够明确的感受到 关节间的相互挤压 真的痛到骨子里 真的是痛到骨子里 甚至从外观上都可以明显的 看到已经红肿发炎 尽管大家给我的鼓励 一路上不曾停止 在我脑海中却只剩下 我要赶快结束今天的目标 我要赶快前行 我想要休息啊 这些内心的声音 掩盖了自己 备受关注带来的喜悦 直到王永康的路上 情绪才有一个瞬间的高涨 我也整个兴奋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因为我看到地上有一股千元钞啊 顿时有种天降甘霖的感觉 难道是老天爷疼惜我的苦难吗 我刹车后假装是想要修行 好慢慢的坐在人行道边 看看周边有没有人和我一样 就是看见了这些钱 就在转头的一眼一瞬间 我就看到后头有一台红色的轿车 里面有一名男子与我对了一眼 那是一种暧昧不明 又故作震惊的神情 我立刻夹紧的大腿站了起来 心想会不会我一肩起来 就兴奋的冲过来说 哦 驸马爷 别走 别走 我找你找到很苦的哦 或是 姐夫 姐姐梦里有交代 洞房花族之时 便是今夜凉宵 仔细思量一番后呢 哎 我真的没有打算说 这趟旅程带人回家 起身对象车道刚好有交通警察 然后我挥手告诉他 这边有一捆钱哦 然后就继续前行了 不晓得我是否已经促成家园了呢 总之我个人是非常的庆幸 但也没有促使我发展异地恋情 直到第五天夜幕低垂前呢 我又开始寻找今晚要住的地方 一路延连的是永康警察局 抱持着警察对一般民众 应该都是非常友好的心态 虽然说我盛世容颜 但应该还算是恭敬有礼 又亲切老实吧 我进门前问会台的警察说 那个我目前正在强势环岛 但是今天晚上还没有找到 可以住的地方 可不可以让我借助一玩家 年轻的警察皱眉疑惑地问道 你是你哪里来的啊 我们这边不太好睡哦 我一听到不太好睡 我一整个就兴奋起来 我解读的意思是 不太好睡就是可以睡嘛 我兴奋地回他 我状态中往南下来的啦 不会难睡的 我指而指一旁没有沙发店的 圆木沙发椅 我就坐那里休息就好 不会影响你们啦 拜托拜托拜托 警察还是困惑地问我 你确定要在这边睡吼 一旁比较自身的警察说 我们暗时很吵哦 你不怕吵是没关系啦 我说 可以啦 我照常座位都可以睡着了 这沙发椅还好坐一点 没有问题啦 一直到夜晚我在面白 警察说得很吵 到底是什么意思 闭眼小小休息一下 能够体验到队长机传来 哪个路段某个大楼遇到的问题 下次要警员几节 要去某些路口酒侧 一下子哪个路口 又需要警察过去关心支援 队长机的事情 真的是不曾消停过 不知道过了多久 有一个老婆被警察带回警局 浑身酒气 坐姿颓丧地说 我没有喝酒 没有 都没有 你不能给我开单呢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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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讲话那时 宁然不情经无法问话 一心一口听出老婆婆 担担着说 那我中要死了 我等着就去住三个 跟我开单 有意义 年轻的警察借了老婆身上的证件 查询老婆的身份后 并通知家属前来处理 警察拨通电话没多久 就把电话挂上了 他告诉一盘比较资深的警察说 是他二次接电话 家属表示没有空 就把电话挂了 我听到当下真的是蛮头问好 怎么会有亲生的老爸 被抓到警局 做儿子的躺下一句 没有空 就把电话挂了 警察后面又联系了老婆的前妻 前来协助作笔录 婆婆来了以后呢 就是呵斥老婆要配合他 配合警察 好好地作笔录 年轻的警察问婆婆 啊你儿子怎么说没有空 婆婆眼光泛泪说 这是因为他二次有诚信 甚至这样他要抓 他会死人狗显 而且他又赌博又在高利贷 也不去找工作 这样对家庭没有责任感 所以我才会跟他离婚 我说起来也是 起到不行 起到不行 这样也讲不听 所以才会连自己的儿子 都不愿意理他 第一路坐完后呢 我协助警察帮婆婆把老婆的 小五十机车 抬上老婆婆老旧的面包车后座 立了起来 我问婆婆 这前面还有啤酒 要不要藏起来啊 婆婆说 藏也没有用啊 唉 他会喝就是会喝啊 别人给他喝酒 他都以为别人对他好 我叫他不要给我喝酒 他说我没有资格管他 老旧的面包车一打开 婆婆指着窗户两侧 绑在天然干上四个角落 成串的灰酒塑胶带 被从中来发抖哽咽的说 这些哦 都是为了他 每次都被抓 我们话说被警察扣了 要帮忙运回老婆家里 他用来绑车子固定用的 上辈子不小心欠了他什么赞 离婚时要帮他还了百万的赞 本期小本生意都快做不下去了 哼 我休息也没法啦 你不必改就是不必改了 讲完后转向警察说 拜托大人啊 拜托啦 不要判太重 拜托拜托 自自继续在我耳中都能感受到 老婆婆的无奈 我愤愤地看了看 还在坐在里头喧闹的老婆 到底为什么 老婆就是感受不到别人的情绪呢 人家老婆婆都和你离婚了 心都还细着你 舍不得你 怕你没人帮忙 老婆婆说 我来就好 老婆婆弯着腰 蹬上后车厢 缓慢地将玻璃两侧 栏杆上的塑胶带 串成的绳子提起 发出了细细索索的声音 分别绑在了机车两侧的后照镜 接着 把后面两个塑膠带 系在机车后座的扶手处 我深吸了一口气 心里是有一股酸胃涌了上来 我实在 难以启齿当下的感受 我回到警察局 坐在沙发椅 想着刚刚老婆婆的眼神 还有老婆婆的 无力取闹 我脑中真的是一片空白 耳朵还是不断地传来 警察对讲机的声音 合眼再休息一下 天还没亮 我又开始了我的行程 沿途不断地在想着 人生的意义 想着 老婆婆离婚的意义又是什么 又何必要离婚呢 难道 和结婚概念是一样的 离婚也只是一时的冲动吗 可是那又是什么样的情感依赖 才能够这样的持续关心 持续关心一个不在乎自己 甚至连自己都几乎要放弃的人 或许这样的分析 判断对老婆婆来说太过无端了 毕竟我不了解她的背景 但我对于会酒家的人 实在真的是 无法给予客观的看待 太阳逐渐地升起 我溜着溜着经过了五金百货 然后进去里头买了更伸缩的拐杖 想着要借由拐杖的辅助 来减缓膝盖的负担 那本来行程里有一些 就是行程是要安排找一些朋友 学长姐或是学弟妹 想去一些不错的景点 或者是想去吃一些好吃的素食摊饭 或者是店家 可是我的身体状态呢 除了抬一线 剩下的体力只足够让我找艺术的地点 然后摊平耍费 就会别人来找我 不然我真的没有体力去付各种的约 体力下滑以及各种负伤的状态 终于在某一个 我忘记是哪一个路段了 就是下坡路段刹车时 脚滑一个打结 胸腿施力想要打开去维持平衡 结果原地打转了一圈 迎来第一次的下坡侧身重摔 庆幸我啊 手掌还有膝盖啊 就是有带护具 真的是大大的减缓了受伤的程度 所以拜托 护具真的很重要 拜托大家一定要做好自我的保护 我翻身坐在了地上 路边的机车与我交会 用一种 是不是要帮忙一下的眼神看着我 我尴尬的笑了一下 就挥挥手说没事没事没事 拨一拨手臂上的柏油碎石 便站了起来继续前行 我告诉了自己还是不要分神好了 又找到了不知道哪一个路段时 路边开始有很多的围里 我缓慢的滑行 转头测身看看到底围里里头有什么东西 只见一池一池的余温 同时还有20条以上的独孤狗与我对眼 或许隔着围里看到我的头部 缓慢的滑行 很像诡异飘过我还是怎么样 就是突然瞬间 狗沸身四起 附近的其他鱼蚊也传来狗的叫声 这是整趟旅程中 我最受欢迎的时候 所有的狗就在远处开始 跨步奔向我的方向 我固执一拉提起双脚 大步的开始从事 说实话 或许这样的欢迎是我这趟旅程中 感受你死亡最近的时候 肾上腺素使得我忘记了身体的疼痛 我不断的奋力冲刺 一直到狗沸身不再与我靠近 我真的累了 胸腿发麻 心脏用力的跳动的幅度 甚至不用听冷气就能够精细的听到 为过神的我已经快要到桥头了 经过刚刚疯狂的粉丝追逐关注后呢 我便开始找今晚要休息的地方了 好的这一集结束了 下一集会告诉大家穿着火辣的阿姨们 在夜晚来敲我的房门 以及整趟旅程中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对不起这个小女生 尽管当时她一再强调不怪我 但是我真的还是抱着十二分分的歉意 希望她现在过得好好的 生活一切幸福美好 好啦今天先讲到这边 这些内容都是她真真实实的经验 绝对毫无度尊或者是夸张的言辞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一系列的内容哦 还没有订阅的好朋友们 赶紧按赞订阅加分享 感谢大家收看不只收听哦 一直种树一滴进去啊 我们下集见